她爱不爱你,看她对你的耐心程度。 长久的婚姻靠的不是恋爱时的甜言蜜语, 而是被柴米油盐消磨后, 男人仍对你充满包容和耐心。 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, 其实就看他对你有多大耐心, 有耐心等你。 前几天小路逛街时,遇上一对夫妻。 女人在试一间试衣服, 她老公在外面大声催促, 买个衣服那么麻烦,快一点好吗? 女人一边硬生,一边慌慌张张出来, 一看男人黑着脸,别赶紧跑去结账。 两人走了没多久,女人又责返回来, 原来是东西落在的试衣间。 女人刚走进来,就听到男人在外面大声骂, 你这个麻烦金,我再也不会陪你逛街了。 说完转身就走了。 这样的场景在生活中并不少见, 每个人都会有不耐烦的时候, 但我们真心爱一个人, 又怎么会在意等着几分几秒呢? 当一个男人不爱你的时候, 多一分钟都觉得是浪费。 相反,一个男人真爱你的时候, 会耐着性子等你, 吃饭慢了愿意等你, 逛街久了愿意陪你, 把你放在心上, 才会不觉得你麻烦。 有耐心哄你。 音音曾经谈过一段恋爱, 男人老是沉闷, 从来不会说一些哄她的话。 两人一吵架, 男人就摆着一只臭脸和她讲道理, 无论音音怎么哭闹都不会哄一下。 一开始, 音音觉得是两人性格不合, 和男人分手了。 直到某一天, 她亲眼看到男人对着另一个女人, 又是撒娇, 又是拉着她的手哄她。 那一刻她才知道, 不是男性格如此, 不过是不爱她罢了。 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, 其实看他吵架时的样子就知道了。 吵架时, 女人看中的不是对错, 而是男人的态度, 总是和你讲道理, 却从来不照顾你情绪的男人, 必定不够爱你。 爱你的男人, 在生活的磕磕碰碰以后, 仍愿意耐心哄你, 照顾你的小脾气。 有耐心听你抱怨, 朋友王姐是一个特别容易生气的女人,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生气的。 有一次小鹿和她吃饭, 王姐和服务员有了些小争子, 当场就发起了脾气。 饭后我陪王姐回家, 恰好她老公在。 王姐一进门, 就对着老公抱怨了一通, 王姐老公就默默地坐着听她抱怨了半小时, 还时不时帮着老婆骂几句, 然后轻松哼着王姐, 让她别再生气。 在佩服这个男人高情商的同时, 也明白了, 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模样吧。 嫁给了一个愿意, 几十年如一日听她抱怨唠叨的男人, 是一种幸福。 很多时候, 女人抱怨, 不过是希望得到回应。 男人常说, 忍一忍吧, 大家都是这样过的。 渐渐女人也不敢在男人面前抱怨, 两人也变得无话可说了。 当男人对你足够爱的时候, 会停下来听你内心的声音, 会在你倒苦水的时候, 抚平你的心情, 会以足够的耐心听你的唠叨。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, 从他说话的语气, 看你的眼神, 对你的态度就足以判断。 有多少恋爱时的甜言残眠, 变成了婚后的冷眼相对, 又有多少婚姻, 败在了男人不耐烦的态度上。 婚姻和恋爱, 毕竟大不相同, 爱不是恋爱时的海事山盟, 而是藏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。 一个男人如果能在生活琐碎中, 仍能温柔以待, 一瞥一瞧间, 都是对你的心疼, 这才是真的爱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